台湾推动潜舰国造案有了重大进展 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 去年底开工的国造潜舰原型舰 目前建造进度 关键的红驱装备包含了战斗 声纳跟辅助系统等等 已经全部获得输出的许可 等同于是美方大开绿灯 首艘国造潜舰渴望在2024年下水 在评估过后最快2025年交付海军 这也将成为台海防卫的关键战力 去年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 潜舰国造厂方正式启用开工典礼 如今台湾潜舰几乎迈入最后一礼路 他目前都同意要输出许可 我也不能讲打包票 几月份到啊 因为这个作业总是有程序的 邱国正话说的保守 目前潜舰国造关键红驱装备采购 包括柴油主机 鱼雷馆和川普政府核发的 声纳战斗系统都已获得许可 最后的潜望静也在今年2月 由新任美国总统拜登核发 美方大开旅登许可全到手 如今只怕疫情影响装备运送 美国对前线的一些红驱装备 的一些技术性限制放宽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说没有外力或是技术的协助 基本上你会可能花了很多时间 还造不出来 美国大选政权交接 台美温度不降反升 对台湾军事国防助力也持续提升 拜登是沿袭川普的对中 比较强硬的政策 透过军事技术的限制突破 来武装台湾大战略架构下反应 因此得到受益 前建国照领主舰包括台湾 没研制能力的红驱 以及具自制能力的黄驱 和可自行生产的绿驱 如今所有计划步步到位 美中对抗国际大局 反倒营造台湾国防武力 自制发展空间 力拼第一艘潜舰 Made in Taiwan 接着我们讲 曾俊伟 台湾辅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